其实物业也好 还有这个燃气公司也好 他们都是服务型的企业 没有强拆权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呢物业呢 有什么样的义务呢 比如说规券 还有发出整改通知 要去劝导这个进行伪建的这个业主 说你要限期的这个拆除 但是呢他毕竟没有强制性的权利 还有即便是燃气公司也是一样的 即使呢这个伪建的业主 他把这个伪建建在了燃气管道上面 亦或是可能会挥及整个远区的这个燃气的安全 那么燃气公司呢 也只能去要求行政主管部门 来对这个伪建的人员进行整改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最后 谁有权利要求他停止建设 或者是强制拆除他伪建的这个行政主体的问题了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政执法 并且呢刚才您这份证据里面呢已经提现了 针对邻居加盖的房屋啊 会直接影响煤气管线这块呢 按照辽宇省城镇延气管理条例来规定 是任何人都不能在装修装饰时危害到延气设施 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煤气管道上面加盖房屋 直接产生了安全隐患 那这种安全隐患会导致什么呢 有可能燃气公司因为这种安全隐患而不进行开栓供气 那直接影响的可能不只是你和你邻居 是整个这一排的业主的生活情况 第二个呢就是说您是在什么时间向行政执法进行的举报立案 到现在有多少天了您还记得吗 1月之前通过物业向行政执法部门进行举报 因为按照辽宇省行政执法的条例和办法来规定 行政执法局接受到举报之后 5天内应该进行审核是否接受这个举报和投诉 20个工作日内应该进行一个审核并且做出处理决定 如果确实疑难可以向本局的主管机关或本局的负责人申请后延期10天 也就是说他最多有35天的工作时间 那截止到今天如果超过了这个35天的工作时间 那首先行政机关也就是行政执法局 他已经违反了相关的法规 他首先就不合法 其次呢就是说如果行政执法在这时间内做出的这个决定 比如说行政执法局决定说这个行为不归行政执法馆 或者加盖行为没有违法 那你可以向他的上级经官进行行政执议啊 或者进行听证等等 来确定这种违法行为到底行政机关应不应该做 以及行政机关的出发决定对不对 好